很长时间以来,相对于男性,女性的社会地位通常都比较低,妇女一直被当作一种客体,屈从追随于男子,被当作一种工具,仅仅用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男权社会的枷锁束缚着妇女的个性和发展,压抑和遮盖了她们当中很多人的才华和光芒。 比如女作家群体,强大的男权社会埋没忽视和遗忘了这些才华和个性都闪闪发光的女性,这样她们痛苦和窝火也激起了她们强烈的反抗。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诉诸于文字,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和充满个性的语言激情地揭露社会的强权与荒谬。 本书的作者埃尔夫利德·耶利内克就是一个先锋人物,她被称为臭名昭著的奥地利女作家。 没错,德语文学圈确实是这么评价她的,因为耶利内克的小说里充满了性和暴力,但是没有爱,没有美,没有人性的光辉。 他们说耶利内克的小说里简直就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无处不在的垃圾。 还有人甚至诅咒,耶利内克就是全奥地利有史以来最冷酷无情,最叛国的道德表。 可是,这并未阻挡耶利内克,咔嚓咔嚓收割各种鼎鼎大名的文学奖的脚步。 弗兰茨卡夫卡奖,柏林戏剧奖,海因利西伯尔奖尽数收入囊中。 就连戈尔格·弼西纳奖,史蒂利亚文学奖,海涅奖也拿得毫不含糊,最后还捧回了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诺奖给耶利内克的受奖词是这样写的。 他的作品揭示的也许的确是生活的黑暗图景,但是耶利内克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悲观主义者,因为在他的悲观主义中透露出一种因为丧失希望而产生的快活的气息,就像是来自黑色太阳的光。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钢琴教师》是耶利内克的早期代表作,因为主人公埃里卡是个钢琴教师,这和作者本人从小学习音乐很相似,所以很多人猜测这可能是耶利内克的自传题小说。 小说讲述了年近40的钢琴教师埃里卡和母亲极不平常的母女关系,以及她和学生克雷莫尔之间畸形虐恋。 书中有多处对于性和暴力的露骨的描述,内容惊世骇俗,不停地挑战读者的忍受极限,以至于本书出版后引来评论界的诸多诟病。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备受争议的小说早已被改编成了电影,由法国殿堂籍女星伊丽莎白·余佩尔亲情出演,还一举掌获了2001年嘎纳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 好了,那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的概况,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揭秘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众肚妈宝女的变态单身生活。 第二个重点是,中年女教师的畸形师生虐恋。 第三个重点是,肉体与精神暴力的背后是对于权力的争夺。 好了,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众肚妈宝女的变态单身生活。 我们的主人公艾莉卡是一个年近40的钢琴女教师。 她至今单身,连交往对象都没有,一直和年纪几乎可以做她祖母的老母亲住在一起。 不同寻常的是,她和母亲睡一个房间,同一张床。 她的老母亲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 在她的强权之下,父亲在艾莉卡的印象当中从来就是一个胆小懦弱的角色。 一辈子唯唯诺诺抬不起头,晚年的时候出现精神恍惚,被母亲彻底咽弃,送去了疗养院。 艾莉卡和母亲去疗养院见她最后一面的时候, 这个可怜的小老头竟然还神志不清地请求母亲不要打她。 在父亲离世之后,母亲把她的强悍换了个阵地,尽数都用在了女儿艾莉卡身上。 母亲严密地监视着她的生活琐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她计算好艾莉卡每天上下班通勤需要的时间,回家晚半个小时就要发狂。 艾莉卡的行踪都要向她报告,否则在偶尔喝咖啡的间隙,就会遭遇母亲的连环夺命靠。 她不允许艾莎卡穿短衣短裙,裙子必须过膝盖,衣服的款式必须一百年不会过时。 那些花哨妖艳的连衣裙即便被私自买回来,也会被当作抹布一样丢弃。 母亲专制地切断了艾莉卡的一切正常交往,母女俩窝聚在她们的小房子里,身居简出。 她在防着什么呢?她担心的是,一旦女儿变得花枝招展,变得活泼开朗,热爱社交,就会吸引到一些心怀鬼胎的男人。 那些男人就会把她的女儿变成她不认识,不能控制的样子,她就会彻底失去这个世界上唯一心爱的人,变成一个孤苦无依的老太婆。 在她的心目当中,她的女儿可是一个钢琴天才啊,她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像一颗会心冉冉升起。 而与之相比,耶稣的降生不过是一团污污。 若不是艾莉卡在她的毕业演出中发挥失常,她现在应该是一个世界级的钢琴演奏家,而不是一个平庸的钢琴老师。 母亲从来都不明白,她的女儿可能稍稍有些音乐才能,离真正的艺术天才差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而我们的主人公艾莉卡在母亲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意想中,也积累起一种偏执而虚幻的优越感,表现出来的就像是一种艺术家的清高。 艾莉卡并不是不爱这个世界上的花花绿绿的俗物,也并不是不渴望男欢女爱的身体和精神的满足,只是在母亲的专制之下,她说服自己,拼命压抑自己。 这些都是坏东西,她不应该拥有。 但是人是需要有宣泄的出口的,总要做点什么来保持生活的平衡。 所以,她开始偷东西,仅仅是因为,我得不到的你们也别想拥有这样的心理。 她偷绘画课堂上的颜料、画笔和铅笔,一副时髦的戴变色玻璃镜片的太阳眼镜,甚至是另一个姑娘崭新的法兰绒套装。 然而,她又很害怕,所以她从来都不使用这些顺手牵扬而来的东西,而是把它们扔进了街边她最先遇到的那个垃圾桶当中。 然而,在埃莉卡的身上,这种小偷小摸的癖好根本算不得什么,跟她因为正常生理欲望,极度压抑而产生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荒诞行为相比,就是小屋见大屋。 她曾经告诉妈妈去参加一次私人的室内乐,实际却走进一片公园的草地深处,她非常克制地近距离地去观赏一对男女在青草地里的花爱场面,她屏住呼吸,把眼睛睁得很大,耳朵竖起,鼻子到处秀着。 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想放过任何一点细节。 她很想加入它们,身体的某个器官变得敏感异常。 她很害怕被发现,又隐隐约约地渴望被发现。 所以当男人结束之后,朝她走来的时候,她又紧张,又激动异常。 她还常常去城市铁路高架桥下的一个小店里,这个小店几乎没有女性顾客光顾,因为他们提供的是女色服务。 裸体的女人们在玻璃的利头,搔手,弄姿,来满足玻璃这一头小隔间里,贪婪而猥琐的男人们,满地都是男人们心情耕作留下的纸团。 穿着高级套裙的钢琴教师埃莉卡出现在这里,像一个异类。 她付了从下午茶中省下的十仙令出去,得到了一个独立的隔间。 她面无表情地从地上捡起一块,因被男性的金叶、浸透而板结的面筋纸,放到鼻子下面,深深地吸着,看着,消磨着生命的时光。 玻璃那头的裸体女人在卖力地晃动着身体,埃莉卡没有任何动作,只是羔羊着冷静而骄傲的脸,内心却疯狂渴望更多。 在一次度假中,年轻而帅气的表弟为了挑逗禁欲系的表姐,她把埃莉卡紧紧压在身下,结果玩过了火,她不会想到,那个一贯高傲木讷的表姐竟然动情地把脸贴在她的生殖器上,这使得热情奔放的表弟反而战红了脸。 事后,埃莉卡避开了众人,拿出随身携带的刀片,把他们深深地刻进了手里的皮肤。 埃莉卡的脸上冷漠疏离,没有一丝表情,内心的空虚却随着鼓鼓的血流被填满。 这些刀片以前都是帮父亲刮面用的,后来便被埃莉卡随身携带,走到哪里都没有被落下过。 切割手背,腿,主要是为了练习,最终埃莉卡要切割的地方,是她的下体。 她常常对着卫生间的镜子,冷静地看着刀片划开的血肉模糊,眼睁睁地看着血,从细流汇成一股,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似的。 长久的练习让她能够恰到好处地掌握用刀的深浅,以及恢复的时间,这样,她就能够决定多久切割一次。 最后,她不忘用上卫生巾,以防止血会污染到裙子。 整个过程,从埃莉卡平静的外表下看不出一丝波澜,她一直用一种近乎变态的冷静在观看着自己的这些行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好了,上面所说的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重度妈宝女埃莉卡在母亲的严密的监控之下,心里出现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小头小摸,以满足弥补自己得不到的缺憾。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性压抑,导致她通过各种露骨的视觉刺激,甚至是伤害自己的身体来获得满足。 然而,无论是老母亲如何严防死守,单身钢琴教师埃莉卡还是吸引了一个男人的目光。 严格来说,这只是一个男孩。 下面我们来说说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中年女教师的畸形诗生虐恋。 克雷莫尔是女钢琴老师埃莉卡的学生,一个有着一头金发的漂亮小伙子。 她每天早上第一个来上课,晚上最后一个离去。 这位年轻的男士总是很喜欢听自己的女老师弹奏。 无论弹奏什么都好,她寸步不离地跟在埃莉卡的身后,像一只叽叽喳喳的麻雀东拉西扯。 她的过分热心,让来接埃莉卡上下班的老母亲都看出来了。 她警告埃莉卡,这个小迷地一定是爱上她了。 埃莉卡保持着一贯的冷漠和矜持,并且通过尖锐地批评克雷莫尔的演奏水平来抑制自己的情感。 尽管如此,克雷莫尔仍然心甘情愿地愿意听从自己的女教师的摆布。 这个年纪的女人对于年轻的男人有一种迷一样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是这些刚刚进入生活的男人们最合适的猎物。 等到再往前走,男人们就会挑选一些难度更高的被追求者的品种,比如美丽鲜艳的少女。 这是一种很奇怪,很隐蔽的心理。 耶里内克是这样描写的,每个人都得从头学起,她不久就将脱离初级阶段,就像开车的新手,先买辆二手小型车,等掌握了,就提高到比较大的新款车。 为了追求埃里卡,克雷莫尔专程买票去听埃里卡的音乐会,虽然并不是她一个人的,克雷莫尔的眼睛从来没有一刻从埃里卡身上离开。 音乐会结束之后,在老母亲狠毒的目光下,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克雷莫尔依然勇敢地提出,要送两位女士去车站。 埃里卡沉寂的内心起了不小的涟漪,但更多的是恐惧,以及对于习惯被打破的不适感。 她的内心似乎也喜欢这个漂亮的小伙子,但是仿佛总有一种阻力阻止她往前更进一步。 克雷莫尔无法隐瞒自己小战友女教师的感情,然而热情似火的她在冷若冰霜的埃里卡跟前屡屡受挫。 为了试验埃里卡的感情,她在一次演奏会上跟一个身边的年轻女孩暗颂秋波相谈圣欢,并密切注意埃里卡的反应。 这个女孩是埃里卡最钟爱的学生,也像埃里卡一样沉寂了母亲的全部希望。 果然,埃里卡现出了原形,她用手帕包住一个薄薄的玻璃杯,用高跟鞋细细细地碾碎,把锋利的玻璃渣子偷偷地倒进了正在跟克雷莫尔弹笑风生的女孩的大衣袋子里。 她想象着那张年轻而美丽的脸庞因为痛苦而扭曲,嘴角扯起一个不易察觉的弧度。 当演奏会结束,更衣室里爆发出一阵痛苦的尖叫,混合着浓重的血腥味,一个弹钢琴的姑娘毁了双手。 还剩什么? 埃里卡却假装在血腥的气味中感到头昏恶心,脸上没有一丝波澜地躲进了厕所。 女教师陷入了恋爱,被抓了现行,不惜牺牲自己最钟爱的学生。 克雷莫尔终于看清了埃里卡的感情,她迫不及待地跟去了厕所。 不需要任何前夕,两个人迅速抱在一起热闻起来。 克雷莫尔的双手在埃里卡身上游离,等她想要更进一步的时候,埃里卡却以僵硬的身体和强硬的表情警告她停下来。 她告诉克雷莫尔,现在必须停下来,但是之后,她会把允许她跟她做什么都写成一封信送给她。 克雷莫尔目瞪口呆,感觉某些像自尊一样的东西被无情地糟蹋了。 这还不算什么,埃里卡竟然要求克雷莫尔就这么裸露着身体站着,让随时有可能进来的人们观瞻。 在此之间,小谜弟克雷莫尔在和女教士埃里卡的关系当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 就像我们说的,爱情当中谁先动心谁就输了,埃里卡紧紧地握着缰绳,而克雷莫尔不过是一匹拼命获取主人欢心的小野马。 可是随后这匹小野马脱缰了,双方的关系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其因就是埃里卡写给克雷莫尔的那封信。 信里说到他希望克雷莫尔可以把他当作奴隶,用绳索或者是布条将他捆绑起来,将旧尼龙布塞到他的嘴里,他希望他嘲笑他,辱骂他,希望他踢他,打他,甚至使用鞭子残忍地抽他。 最后,他希望他能够不顾他的求饶疯狂地强奸他。 这是一种典型的受虐痞,更专业的名字叫做虐恋,更常见的名字叫做SM。 李银河是这样定义虐恋的,这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新活动。 埃里卡想要的是一种变态的新行为,并希望通过被虐而获得快感和满足。 克雷默尔懵了,眼前这个他苦苦追求了许久而不得的女教师,突然变得面目可憎起来,甚至让他觉得有点恶心。 这和他想得风流运势完全沾不上鞭,这个女人充满了变态的欲望,最可恶的是他要自己听命于他满足他,甚至完全不顾他作为男性的生理需求。 这伤害了他男性的自尊,克雷默尔,夫妻离开。 埃里卡这才觉得事情过了头,后面几天,女教师埃里卡一反常态,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女王变成了卑微的女奴隶,她为那封信中的内容羞愧后悔,她像一个真正坠入恋爱当中想要挽回爱人心的小女孩去祈求克雷默尔的原谅。 然而,埃里卡抛掉了她的尊严,克雷默尔立刻把她的骄傲放了进来。 由于年轻人可怕的可塑性,很短的时间之内,克雷默尔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充满鄙视地看着前几日自己还热烈追求过的女教师,任她如何求饶,克雷默尔的眼睛里都没有一丝热情。 对于埃里卡的心理的方案,她之前那么生气不屑甚至恶心,现在竟然觉得有些渴望,觉得十分刺激。 她想象着在埃里卡身上做那样的事情,浑身充满了抱负的快感。 终于在一个深夜,情绪激动的克雷默尔闯进了埃里卡的家里,将她的老母亲繁锁在房间里,然后开始按照埃里卡那封信里的意思为所欲为。 她伸手就给了埃里卡两个耳光,一拳头落在埃里卡的肚子上,埃里卡吃痛地呜咽了一声,蹲倒在地上。 克雷默尔用脚重重地踢在她身上,踢裂了她的一根肋骨,接着是鼻骨。 正在执行暴力的人嘲笑躺在地上的女人,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你活该承受这一切,看,根本不用你信上提到的那些什么鬼玩意儿,现在你尝到自我了吧? 埃里卡捂住脸,水衣从她的肩上滑落,克雷默尔乘势进行了一次强奸。 这个坏家伙残忍地在埃里卡的身体里搅动,期望她发出放荡的呻吟。 然而埃里卡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没有任何反应,什么也没有。 这也是她自己所未曾预料的,按照她想要的方式,但是没有意料之中的快感和满足,一点点也没有,只有痛苦,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在这段感情一开始的时候,埃里卡是绝对的女王,牢牢地控制着克雷默尔的肉体和精神,即便是她在信中要求克雷默尔那样虐待她,那也是希望对方能够听从她的指示来满足她。 然而,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因为一封信,剧情急剧反转,在两个人的感情之中,克雷默尔夺取了强势的权力,逆袭成了真正的主人,而埃里卡丢盔弃甲,变得卑微不堪。 好了,上面所说的就是这本书的第二个重点,中年女教师的畸形,师生虐恋。 女教师埃里卡被她的学生克雷默尔疯狂追求,故作冷漠矜持,想要掌控局面,却因为一封关于虐恋的信,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反转。 而在这段憋屈的师生恋中,双方你争我抢的,不过是主人的位子,权力的归属。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肉体与精神暴力的背后,是对于权力的争夺。 埃里卡和克雷默尔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够纯洁,我们感受不到一点点真挚爱情的甜蜜。 克雷默尔只想找一个人进入生活的跳板,她觉得中年女人比那些年轻的姑娘好驾驭,适合出入情场的时候用来练手。 而她对埃里卡的意乱琴迷,死起白赖,穷追不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因为她觉得,这个中年女人根本没有理由拒绝她,不孝多时就会对她俯首称臣了。 以至于埃里卡摆出各种冷漠和拒绝的姿态时,她反而愈战愈勇,因为她有足够的自信可以轻易收获这个半老虚娘的芳心。 她是对的,我们年近四十岁常年单身的钢琴女教师埃里卡,确实被这个充满活力的漂亮的小伙子吸引,也根本无法抗拒她的频频攻势,所以才会因为极度亲手毁了自己得意门生的前程,只因为她向克雷默尔暗送秋波。 然而,埃里卡太希望掌握爱情当中的主动权了,她才不会傻到那么快就毫无矜持地对一个矛头小伙子缴械投降。 所以,在那间厕所里,埃里卡在即将来临的意乱奇迷之前,及时地克制住了,并且要求激情澎湃的克雷默尔也能够停下,要挟她必须按照自己的要求来满足自己。 为了彰显自己绝对的权利,她还要求克雷默尔在卫生间裸露自己的生殖器官,来供来往的人观看。 克雷默尔愤怒、绝望,其实是对失去控制权的怨恨,她要将这种怨恨发泄出来,她抓住了埃里卡最软弱的时候,就是真诚地渴望一段关系时的软肋。 狠狠地施以中击,她在埃里卡身上拳脚相加的时候,品尝到了权利回归的快感,对着她卑微而孱弱的猎物,这个猎人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两个人在这场感情戏码中,你来我往地向对方施暴,说到底,不过是一场猎人和猎物之间关于权利的争夺。 埃里卡为什么对于权利这么看重呢? 我们来回忆一下她和母亲的关系就知道了。 在她们极不寻常的母女关系当中,奇葩的老母亲无疑是掌握着控制权的暴君,她毫无底线地侵入埃里卡的生活,从头到脚把她剥削得连骨头都不剩。 埃里卡一旦不合她心意或者有出格的行为,一定会遭遇尖酸刻薄的辱骂和殴打。 母亲从来都是喜欢控制的,在埃里卡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她就对埃里卡的父亲这样做了。 自从她第一次发现权利以来,她就一直沉迷于权利,无法自拔。 在母亲的影响下,埃里卡一直在老母亲强权阴影的笼罩下,痛不欲生,一面对于强大的权利,心向往之。 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说,她自己也正品尝着权利的甘霖。 在母亲的控制下,埃里卡也会反抗,所以常常在和母亲的对打中将母亲的头发扯下来许多,有的时候甚至连着整一块头皮。 不过,这种酣畅的反抗只是一个影子,往往这个时候,在愤怒的女儿面前,衰老的母亲总是用处处可怜,需要照顾,需要养老送中的孱弱的老妇人的形象出现。 母亲说,我只有你,只能依靠你了。 这种强烈的客观存在的需求,让埃里卡充满了责任感,并且觉得自己有价值,这种强烈的被需要的感觉,才是权利的味道。 而在女儿的感情问题出现,疯狂地在老母亲身上寻求安慰的时候,母亲也是一样的感受。 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她感到得意,她感觉自己一下子受到追求,一个人感到被提高了价值,因为另一个人先向我们提出请求。 血浓于水的亲情,毕竟与虚无缥缈的爱情不同。 家人之间的关系,即便是权利之争,也常常是对等的。 此时,你高我一头,笔时我多你一分,充满了此消,笔长的平衡感。 本书的最后,埃里卡想要放下一切挽回克雷默尔,却在阳光下看到克雷默尔快活地搂着一个年轻姑娘的肩膀,在大声说笑。 早已将前尘旧事抛诸脑后,埃里卡平静地拿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将她刺向自己的肩膀。 血立刻喷了出来,然而世界没有停顿,毫发无伤。 她知道她要去的地方,她要回家,那里,虽然有势快乖力的老母亲随时准备控制她,但也只有在那里她一直被需要,始终掌握着实实在在的权力。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 首先,我们讲到年近四十岁的单身钢琴女教师埃里卡的生活,处在母亲的严密监控之下,让她冷漠的外表下,内心也阴暗而变态。 通过小偷小摸,偷窥男欢女爱的场面,以及用刀片割伤自己的身体这样极端的方法,发泄自己压抑的欲望,填补空虚的内心。 其次,我们讲到埃里卡的学生,帅小伙克雷莫尔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为了在关系当中掌握主动权,埃里卡故作矜持,而克雷莫尔卑微地穷追不舍,直到埃里卡写给她一封关于虐恋的信,彻底将两个人的关系反转过来。 克雷莫尔对埃里卡充满了怨恨,变得对她不屑一顾,并在一个深夜闯入埃里卡的家中,按照埃里卡信中要求的方式,残忍地虐待了她。 最后我们讲到,无论是埃里卡和克雷莫尔的关系,还是她和母亲的关系,肉体和精神暴力的背后争夺的都是权力的归属。 只是同虚无的爱情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不同,血浓于水的亲情当中的权力之争,常常此消彼长,保持着稳定的平衡。 耶里内克是大胆的,在这本《钢琴教师》中,他对于性和暴力的描写令人瞠目结舌,他的文字像一把尖刀,入目三分地剖开了人物,长满毒疮的内心,将最丑恶的部分展露出来。 他的文字越是乖章,越是充满了讽刺,他描写的现实生活越是扭曲,越是变态,他所要表达的对于性别强权和传统社会秩序的反抗,就愈加强烈。 以埃里卡为代表的女性群体,想要挣脱枷锁,获得自由,最后却获得了更加悲惨的结局。 一切似乎都无法改变,不可撼动,唯有家庭的暖序,亲情之光,即便是在黑色太阳的阴影之下,依然能够透出阴霾,给人们欢呼的内心,带来最后的温暖和安全感。